各位叮叮叮哈最近啊我收到一个消息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Alpha啊 在2023年会出一个推出一个新款 那么我就在想有新款那么旧款怎么办 旧款不是会丢掉的吗 他会怎样他会卖便宜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iPhone 14这样子一出的时候啊 iPhone 13啊就会掉价钱 但是iPhone啊不用AP引进啊你买就可以用了 但是车是用AP引进的嘛 那么引进的话呢我觉得啦 至少要等12个月过后你才可以拿进来嘛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非常best的时候啊来入手这个我们的这个Alpha 或者是Way Fire这些车 而且啊现在我们的这个AlphaWay Fire的 总共就有两种variant很简单的 我们就有2.5跟3.5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2.5的罢了 在这个Alpha 2.5的这个世界里面啊 我们它有最畅销的4种 那么啊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要讲先 因为那种都不是讲非常main的那种 不是很畅销的那么那4种是什么呢 第一个最低Spec的就是X 打叉X 再来上一个就是S 再上一个就叫SA 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最喜欢你们讲的 Full Spec叫做SC 啊其实它们总共就分这4个 这样你们肯定会想要知道呢 关于这个价钱的这个Ring 所有的价钱呢我都会放在我的右手边这个栏里面 让你们去参考一下去了解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价钱的差别 今天我就带你们去看 Let's go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X的Spec 那么X的Spec最简单的 16寸的Ring 然后8个座位 然后那一桩呢全部是米色的 然后再来呢它只有一个PowerDoll 后面是没有电子门的 那么Option的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Real Entertainment 就是上面那个下来的电视机 第二个Digital Inner Mirror 就是你退后的时候 它不是镜子来的 它是Video来的 它那个很影OK 再来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它可以加多一个PowerDoll 还有第四个呢 就是它们可以选配这个Sunroof 有就有咯 没有的话它们就要Optional咯 所以价钱就会有一些变动了 再来讲到第二个Spec 我们要讲这个是 Az的Spec Az的Spec很简单 一来哦那个车进18寸Ring 然后再来啊 它的LED是两颗眼睛的 Cruise Control啊 那么左边那个PowerDoll是 Come as Standard的 但是它就是没有后面的这个PowerBoot了 选配什么东西呢 可能会有JBL 可能会有天床 会有Real Entertainment 就是上面下来的电视机 然后再来它会有这个 Digital Inner Mirror 或者是Double的这个PowerDoll 就是它加多一个 还有这一个S呢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会有七个Sit 或者是八个Sit 那么全部都是黑色的这个Fabric 但是在X呢 它就是全部是米色 所以要换黑色比较美 哎呀忘记跟你们讲一样东西 就是在18年Onverse啦 就是18年以后呢 所有的Alpha这些车呢 都是标配Pre-Crash Lane Keep Assist 啊这些东西它全部都会有到完的 会帮你BRAKE的 创车的时候 现在我们要讲到第三个Variant 就是这个SA SA很简单 一来18寸Rim 两个PowerDoll 然后前面大灯呢 是两颗LED的 但是它没有这个PowerBoot 但是选配的东西好玩啦 只要你看它上面没有一个小Mirror的 那个是360 OK 那个车里面标配360 然后可以选配JBL 你可以选配天窗 Real Entertainment 还可以你可以选配那个大灯啊 本来从两个LED变去三个LED 哇漂亮 然后再来第四样就是 有一些会选配这个Modelista的这个Body Kit 或者是TRD的Body Kit 在你们选择 再来我们讲到第四个Variant 也是最多人最呼声最高的这个Alpha 就是SC 一个S 一个C SC什么一来18寸Rim 这种什么LED是两个啦 大灯LED两个 那么呢整辆车都是皮的椅子 7-seater后面有这个Pilot seat 后面枕头有一个Mickey Miao 椅子 他们就说 Mickey Miao 椅子就是那个 然后前面椅子呢就会有这个冷热椅 冷热椅 那么还有这个Bind Sport Monitoring System 还有这个标配这个GOOSE Control 这种东西他们都是有的 但是 马来西亚很多人都会讲 哎我的车Full Spec 我要现在给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Full Spec Full Spec就是把所有Optional的东西 你怕全部Tick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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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完放进去 那个才叫Full Spec 那么他们可以选配的东西是什么呢 OK首先就是大灯 它可以从两个LED变去三个LED 然后它推回来它可以那个Digital Inner Mirror 那么就是看退后的 然后再来第三有JBL System 然后第四有Sun Roof 就是Sun Roof不是一个罢了啊 就是前后两个的啊 Real Entertainment System就是这个电视机 然后还有这个360度这个环境Camera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Model Lista的这一个Kit啊 又或者是TRD的这个Kit 那这些都是选配啊 如果你的车现在放完这些有这些 这个才叫Full Spec OK 不是有那个椅子就叫Full Spec 不是那个东西叫Full Spec 而是要有这些东西才叫Full Spec OK 听啊 好各位我们在这边教你们一点小小的东西就是 在2020年过后到你要看这辆Alpha有没有JBL System 除了看那边有没有一个JBL的字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看那个Double Signal有没有在中间 如果有在中间就代表这辆车有JBL System 那么你们肯定会问这样子 一辆Alpha的价钱它是被什么东西affected的呢 当然它有太多太多 就是这个车到底几多分 它的Modage那个年份 因为它的年份呢会Effect它的Tax 它的Tax就是会收每一年的年份 可能每一年都有相差一个5千8千这样子 O Depends on那个车的Model啦 所以它都会有这个差别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些选配的东西 越多就价钱肯定会越高 讲真的啊日本啊是卖Alpha King来的 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车嘛 而且他们是出口最多的 这个这个没有得讲好的 他们是最top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真正要知道这辆车的Spec 又或者是东西拿回来到怎样 价钱多少钱 请上到我们这个Card Important 卖的这个Calculator 里面你可以真的是有完所有现在 历代以来啊所有的Alpha的这个选项 好像有什么什么 Type Gold啊 Golden Eye啊 什么很小很小的Spec 这些东西呢很少的 这些Spec我们都有它的Calculation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进到GIN里面看 其实我们CarImport.mine啊 在这个Direct Import的这个市场 已经超过10多年了 我们跟外国的这种Exporter呢 就有非常密切的这个联系 所以啊讲真的啊 差不多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们都能够解决的 这个是小问题来的 我们之前去日本也跟他们 日本人的那边沟通啦 那么其实讲真的 他们的Work Active呢是专业 没有阿嘎阿嘎 啊没有讲随便这样子 哎呀我扣500给你 我扣1000给你 没有这种东西的 他们就是Straight to the Point 你要看我 找别人 我不会跟你做朋友 以后我也不会跟你做生意 他们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通过我们CarImport 进车的这个动作呢 你们可以很放心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完全没有Hidden Cost的 我们Calculator算出来 那一个价钱我们给你收的 就是那一个价钱 因为马来西亚的政府的那个Tax 不会爽爽调Tax 调这个然后过后又在 我们又再给你收 我们跟你讲这个价钱就是这个价钱 看到没有 这个价钱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 就算啊 真正啊政府啊 会去Revise那个Tax 我们呗 因为这个就是Business 我跟你讲多少钱 就是你要给多少钱 你拿到你应该要的Product 而不是 哎那边收我这样啊 我收回你高一点哦 来给我哦 加五千加四千加四五千 相信可能会给你们中国 透过CarImport买了这辆车的话 你们只需要Sit Back Relax 我们会帮你服务到A to Z 帮你搞完 如果你不开心的话 Viren出來给你开心啊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Direct CarImport的 这个做法你们有兴趣的话 或者是你最近想要买辆车给你老婆 给你的孩子 又或者是买给自己的话 你们可以来到我们的Show Room 又或者是联络我们以下的电话 我们有WhatsApp啦 Facebook啦 之前你们全部都可以联络到我们 我们就是Provide给你的 就是一个新人 而不是这边调价钱那边调价钱 这样子吧 虽然我知道价值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价格 也是有时候要货比三家啦 OK 比一比 我是Viren 我们下次再见